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近几年 随着人们对绿色发展的日益重视 生物多样性作为热刺频频被提及 要进行生物多样性的研究 离不开生物资源的宝藏 生物样本库则是生物样本宝藏的重要载体 说起生物样本库 它不仅要进行动植物 微生物的个体组织细胞DNA 天然产物等海量样本和信息的宝藏 还要在极为苛刻的超低温环境之下保障样本的稳定存储 那么面对数以百万甚至更多的生物样本 样本库是怎么样做到有条不稳的保存的呢 答案就是自动化 海洋生物资源库是南方海洋实验室 重点建设的八大公共平台之一 重点开展海洋生物的产集 制备 分析 宝藏和研究 从而对海洋生物资源进行科学保护和高效开发利用 我们和海洋生物联合打造的自动化海洋生物样本库 宝藏对象包含海洋动物 海洋植物和海洋微生物的 总质资源 基因资源和天原产物资源 规划保存量超过220万份 这样全流程自动化是如何实现的呢 在存取样本的时候 通过搭载基于5G的样本信息智慧管理系统 配合图像 射频样本精准定位技术 操作人员用眼睛就能实时锁定样本位置 只需要一键操作 并使得采用航天级别材料的机械手 在60秒钟之内 从100万份样本当中 精确挑选和存取任意样本 所有存取信息 实时追溯留存 除了提升管理效率 自动化生物样本库对数字化 智能化技术的引入 还大大提高了对人的保护 自动化生物样本库全程采用库外的操作模式 样本入库时 不需要人员进入冷库 智能转运机器人就能根据样本的信息 将样本运送至冷库指钉入口 由机械手臂抓取入库 出库时同样由智能机器人在库内全程转运 无需人员接触低温环境 在于处理阶段 样本转运箱 生物安全柜 等为样本的转运 分装处理等提供安全的环境 最大程度保持样本的活性 针对海量样本信息庞杂问题 自动化生物样本库实现样本信息化管理 通过智慧信息管理平台 为用户提供便捷管理和服务 有了这项技术就可以让生物样本库 发挥它最大的价值 将我国丰富的生物样本资源利用起来 为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 提供重要支撑造福人类 新创意 新产品 新发明 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大家好 我是孟启阳 今天我们来到滚筒互联工厂 看看生产线在几乎没有人参与的情况下 是如何确保高效精准不出差错的运转的 如此大规模的生产 想要保证每一件产品的质量绝非易事 尤其是在没有人参与的情况下 谁来负责产品质量的把关呢 没错 就是这些火眼金睛 它们可以对即将下线的产品 进行360度全方位检查 并且及时的发现问题和处置问题 这些眼睛就是工业摄像头和传感器 而控制这些摄像头运作的 则是这里的智能检测系统 一旦发现缺线产品和问题 检测系统就会进行预警和处置 并将缺线产品的照片和资料进行记录 保证每一台出厂的产品都质量过硬 在如此复杂的生产过程中 每批次的第一件产品都极为重要 因为通过第一件产品就可以判断出整条产线是否存在故障 但是人工检查存在漏检虚检等许多风险 而且利用纸质表单记录检测结果 也存在着不易追溯和不易保存等问题 为了更好的保证产品质量 中德滚筒互联工厂还将5G与AI及AR技术相结合 通过人机交互 在线指导 AI智能判定等多种方式 对产品进行多方面的产品质量检测 并将这些检测数据通过实时大数据和全过程云储存 集成在云端 这样就可以及时追溯和查找问题的根源了 5G科技在滚筒互联工厂内的应用远不止此 在前端生产环节 也有5G技术大显身手的舞台 以前 被板安装需要员工手动操作 每人每班需要手拿两公斤气枪打一万颗螺丝 如此重体力的劳动很容易造成员工因为疲劳而无法控制机枪扭力 造成被板安装不劳 对产品质量造成影响 现在利用5G加协作机器人模式后 产线实现人机互联 机器人自动后被板安装 自动锁付等功能 不仅节省了人力成本 作业效率也由原来的25秒每台降至18秒每台 在提升效率的同时 大大提升了产品的质量 5G作为一种网络技术 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负能加持 企业不仅利用5G大大提升了生产力 而且提升了企业的生态力 随着工业4.0的到来 以及5G技术等前沿技术 在工业生产领域的大规模应用 从大规模生产到大规模定制 工厂正在变得更加精准和高效 工业生产也在向着数字化和智慧化方向发展 放新无止境 科技也时尚 接下来请收看 时尚新科技 大规模定制时代 展示科技新创意 新产品 新发明 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大家好 我是孟启阳 现在的工业生产能有多炫酷 工业数据 工资化能有多先进 今天我就站在全球首批灯塔工厂企业之一的 中央空调互联工厂 据说这里的煤炭产品都实现了订单化生产 不入库率超过80% 如此高的不入库率 它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就是它的奥秘之一 通过工业互联网 用户可以根据需求在平台下单 从接受订单开始 工厂不再是一个工厂 而是一个生态 用户的个性化订单可以通过这个系统 直接下达到全球的供应链工厂 这样就可以减少生产和订单处理的中间环节 将传统低效的串联流程转变为 以用户为中心的定联流程 通过定制 研发 营销 采购 制造 物流 服务等 七大节点流程 与系统的互联互通 实现各节点与用户零距离的交互 不仅如此 通过工厂的实时监控系统 用户可以实时的快速查询到自己定制产品的生产信息 通过产品的识别和跟踪 用户随时了解自己的订单 在生产和物流中的每一个环节 除了在产品生产环节的智能制造 智慧工厂还可以在用户允许的情况下 将用户设备接入到智慧云服务系统 帮助客户进行远程设备管理 在这个系统上 用户设备的运行情况和运行参数 可以实现24小时的实时监测 一旦出现设备故障 云系统会进行预警处置 服务人员在后台就可以帮助用户处理故障 保证了用户设备不停机 真正实现了百分百省心 除了智慧云服务系统 这里还有利用物联网技术打造的智慧建筑物联云平台 将建筑的各个子系统进行数字化链接 通过AI技术 学习进化 开放共生三大能力 实现从单一产品到整个建筑的互联互通 通过统一管控 统一分配 从而全面提升建筑的能项 在这座工厂里 用户不仅成为企业的主体 更能够将设备置于云端 让设备运行和管理 实现24小时的监测 和全生命周期的服务 再加上基于物联网技术的 高效节能减排措施 才让这个工厂更加的与众不同 先进制造技术 与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 将无人工厂在生产环节 与用户连接起来 实现物联网时代全流程的超链接 真的不得不佩服科技的力量